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 再讲的更多一点点关于这个逻辑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 所谓的Multi-Level的Gate的Sirking 那这边我们在前面讲的都是这种M-O-O-N的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两个Level 两个Level的GateSirking 那我们这边会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会可以把这个逻辑的实现 可以把它变成是两个Level的GateSirking 那这边我们会来介绍两个新的Gate 我们前面看到的叫做M-O-NAT 那这边我们会介绍一个叫做Nand还有Node的Gate 所以我们会先来看一下 两个Level的Nano怎么做 还有Multi-Level的Nano是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在做的时候 那事实上你可以从我们前面看到的这种N-O的逻辑 透过一个电路的转换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转换成Nano的形式 Nano形式 那介绍完这边之后 然后我们会来介绍一下 前面都是讲一个逻辑 这一堆逻辑的运算 它就只产生一个输出 那我们来看 如果你是多个输出的话怎么做 那多个输出的化解 其实又跟只看一个输出的化解 事实上又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 就会变得稍微更复杂一点 那我们也把同样的这个把它套用到Nano上面来看 这就是我们这一 呃 这一个单元要跟各位讲的这个部分 好 那整个来看 我们其实在前面就跟各位介绍过 你要解一个逻辑的这个问题 那一般我们逻辑的问题 通常你会有一个文字的描述 那你根据这个文字描述就可以写成 一个逻辑的方程式 或者是把它表示用这个增值表来方式来做 那表示完之后 你就可以做一些逻辑的化解 用我们前面讲的布林怠速啦 或是CarnoMap 那第六章 呃 是它有一个更复更复杂更系统的方法 是Kun-Markowski 但是那个主要是给给电脑 程式用 那这边 呃我们只是要给各位观念就 就不讲那个部分 好 那把它化解完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 呃 用不同的logic gate来实现 在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介绍到 你可以用no 或是om的这个方式 那这一章呢 我们就会来讲 用 name 的逻辑 还有用no的逻辑 怎么实现 好 所以我们慢慢 呃越来越 进一步 的接近真正的呃 电路实现 它应该长的这个呃样子 好 然后呃后面会 呃有这些转成不同的level multi level的 多个输出的 呃怎么做 所以这个是我们来看 好 那我们大概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 这个no的这个逻辑 no逻辑 好 那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no逻辑 ngate 然后到ogate 然后这个是om 就是我们的pos phone 那我们再看它的这个 所谓的get的这个level level数怎么算 level数怎么算 那level数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从 输出端 往回 往回算起 从输出端 这边开始这个就是第一个level 然后再往回 这边就是第二个level 那就像这个的话就是只有1和2 所以这个就是 呃两个level的这个 circuit 那这个om的这个逻辑也是 从输出端开始往回 往回去看 往回去看 那这样子就可以算出它的这个 呃level的这个数量 那level的数量指的就是你的这个 呃 从输入到输出 或是我们该讲的更正确 就是从 输出到输入 他 串起来 get串起来最大的这个串起来的这个 get的这个数量 最大的get串起来的这个数量 好 那 那前面是两个level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三个level 变成ono还有non的这个部分 那像这个就是一个三个level 那三个level我想也很容易看 我们从输出端往回看 输出端这边就是1 然后这边接过来这里就是2 再过来这里就是第三 第三个level 所以这个是 呃 ono 这个叫法这里是o 这里是n 这里是o 所以这个叫ono的circuit 好 那我们的nocircuit呢 它也有类似的一个变化 从这边 这边是第一个level 第二个level 第三个level 那这个 呃 是从 n on 这个叫non的circuit 我们大概先回顾一下 好 那所以怎么看这个呃 电路的这个level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呃 用我们刚刚的这种观察法的这个方式 比如说像给你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电路 这样一个电路 那这个电路它到底有几个level呢 我们就是从呃输出端 它最后的输出端 输出端这里就是1 然后再往回这里就是2 再往回 那即使你有两个 那我们就 这边就是3 然后再过来这里就是4 这就是 好 那 那对这一个电路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4个level 有4个level 那它有几个gate呢 有几个gate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6个 所以这个是gate的这个数量 就是有6个gate 直接这样子算就可以算出来 那gate的输入有多少呢 gate的输入有多少 那gate的输入 这里有1个 2个 3个 4个 这里5个 6个 7个 8个 9个 10 11 12 13 所以就是有13个gate的输入 你就是把每个gate 的数量全部把它加加加加加起来 这个就是gate的输入的数量 这样 所以 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些名词 给各位知道 那我们刚刚前面的那个function呢 如果你把它一些共通项呢 把它给提出来 那你就会得到像这样子一个电路 那这样子一个电路呢 它的这个 level数 level数我们也可以看 从输出端开始往前面 往输入端 这边是第一个level 这边是第二个level 然后这边最后串到 这边来就是第三个level 第三个level 那它的gate的数量 基本上跟前面一样 一样是六个gate 那它的gate的输入 你可以算一下 这边有四个 然后这边再算一下 整个是19个 19个gate的输入 好 所以这个是几个 这个 这个 部分 好 那 所以 各位看到这边可能就会想 哎我们前面不是这个 学的这个 两个level的这个 angle的这个 学的好好的 那为什么要做一个学这个 Multi-level的gate circuit Multi-level的gate circuit 到底有什么好处 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 那这个 Multi-level的gate circuit 他提供的你一个选项 就是 让你的这个电路可以 在这个 呃 他所需要的这个面积和速度之间 可以取得 一个 你想要的一个点 一般来讲 呃 你的速度 应该是画delay 好 这边是面积 通常来讲 你的 速度越快 你需要的面积就会越多 然后 那 如果你速度可以变得比较慢的话 你的面积可以比较节省 所以他大概会是呈现像这样子的一个 呃 反向的一个 关系 这样一个反向关系 那Multi-level的这个circuit呢 他其实就提供了你 你可以在 这一条曲线上面 可以选择 呃 呃不一样的这些点啊 比如说你今天 你的速度 可能只是 呃 要跑到这个5个neos 那你的面积可能就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 只需要跑这个 呃10个neos 100MHz的话 那事实上你可以 比较用比较节省的这个面积去 呃 做你的这个设计 所以Multi-level circuit提供了你这样子的一个 呃更多的这个面积和速度之间 取得一个不同的这个平衡 不同平衡 所以这边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 Multi-level circuit 这边的呃 原因在这里 啊 那基本上呃 面积啊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cost 啊 他就跟你的gate的数量 还有gate的输入是有关系啊 好 那呃 那各位同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大一的这个同学啊 那呃 你还没有接触到这个电晶体啊 还没有接触到电晶体 到大三的VSI课程的时候 就会呃 跟各位介绍到 一个像我们前面讲的这种 呃 反向器啊 inverter啊 他对应出来的 其实他就是一个 电晶体啊 一个 两个 两个电晶体的一个电路 两个电晶体电路 所以每一个gate的输入啊 每一个gate的输入 其实他就是 就是会对应到 电晶体的这个呃 数量 对电晶体的数量 所以 所以面积其实是直接跟这些gate的数量 和 呃 gate的输入这边是 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关系 那这个部分各位在呃 大三的VSI 还会学到更多关于这个部分 那这边我们就是 只是呃稍微 简单的提到一下 我们不会很深度的去提到这个部分 好 那那delay的部分 啊 delay的部分 跟你的level是有关系 好就是 你cham的越多 那当然呃 他的delay就是一直加上去 那 那如果是同一个gate的话 同一个gate的话 那你的gate的输入数量越多 他的这个啊 rc充放电的时间就会越长 就越长 那各位在 高中其实都学过啊 你的rc充放电 上面的电阻和这个电容越多的话 他所需要的时间就会 充放电的时间就会越长 那像我们这边刚讲的这种 呃 inverter他就事实上只有一个 但是如果你是像这个 呃 endgate 做end的话 他事实上就是串更多的这个电晶体 他串更 好那这边串更多的电晶体 就是串更多的这个输入 他的delay就会 速度就会越慢 delay就会越大 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呃 这些事实上是有关系的部分 好 所以 呃 这边我们大概就简单的带过了 没有没有要讲很细部的 呃部分 好 所以 所以一般来说 通常来讲你的level数量增加的话 好 那你的这个需要的面积可能会 比较低 好 那delay可能会 会升高 好 那那是不是确实是这样 好 那这个要看实际的这个 这个实现的这个状态 好 那基本上他大概就是 呃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变化 好 这边 好 比如说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 呃 呃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 呃 做起来 大概 如果你画起来就是一个 四个level的这个 部分 六个get 那如果你把 这个共通向 那 d o e 这个提出来 他就变成三个level 就变成三个level 好 所以 就会有 呃就可以改变这个 呃 level的数 好 所以呃 我们在电路上而言 你怎么样子 从不同的这种 no to level 变成呃 更多的这个level 或是从更多的level 把它降成比较低的这个level 那基本上来讲 主要就是透过两个方式 一个是提出共通向 或者是就是把它给乘开来 提出共通向或乘开来就可以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子 比如说像呃 这一个 好 我们要实现这一个呃 呃 这个方式 好 这个方式 好 那那各位现在目前看到这个 欸当然你就很容易做了 好 你就用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carnel map 把这个 min term的像把它放进去 好放进去 好 那就把它圈一圈 圈一圈之后 你就会得到它的这个逻辑方程式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这样 好 把它画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 呃 two level的一个no circuit 那你可以看到这样做起来 这里就有五个get 然后有16个get的输入 只有get 好 那 那 那根据这一个 刚刚我们得到的这个 我们把它变成三个level 好变成三个level 那变成三个level的话 从两个level变成三个level 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提出共通项 好 可以提出共通项 那比如说像在刚刚的这个例子中 欸它有这个 c bar d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c bar d 这个共通项呢 把它给提出来 把它给提出来 好 好 那提出来 呃 提出来之后 它就会变成呃 是 我们这边看到的 最后的这个逻辑是长成这样 那画起来的样子是这样 这样这样 那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 一个level 两个level 三个level 就变成三个level的一个 OMO的一个 电路 OMO的电路 那这个做起来 它的 它的这个 get的数量 变成是五个get 然后它的get的输入怎么样 变少了变成12个 那我们前面 前面的这一个 用两个level的 一样它是五个get 但是这也是什么 16个get的输入 那你16个get的输入 它所需要的电晶体的数量 就比较多 但是 我变成了 呃 变成这边 是12个get之后 它的电晶体的数量 就比较少 所以它的面积 面积就变小 它的cost就降下来 但是 它因为get的数 它的level数量变多了 所以它的delay升高了 delay就变大 所以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 那 那前面是看到 是用这个 no的这个电路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om的话 怎么做 om怎么做 那om的话 一样我们用刚刚的这个equation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om 那om 那我们前面讲过 那om就是圈 connell map上面的这个0 就把0的部分把它圈起来 你会得到这个f bar 好 那一bar之后 接下来就把它写成f 那就是套用这个 demorgan series 你就会得到这个 那这个其实就是 om电路 就会是 这边是o 这边是n 这是一个 两个level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呢 你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5个get 14个get的输入 14个get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两个level 跟我们前面的 好 这边是14个get 那我们前面的那一个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16个get的输入 我用这个no跟om 这两个所需要的什么 面积所需要的cost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 一个需要16个 no需要16个 然后这边的om 它事实上只需要什么 14个 只需要14个 所以同样是两个level的 一个 呃 电路 那对你而言 如果你要选一个 呃面积比较小的 面积比较小的 那事实上 哎你搞不好 应该是要选什么 选择om 来实现这个function 而不是用no 或是用no 所以这个 就是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有不一样的部分 好 那一样 接下来我们把om的部分 把它变成是 呃 multi level multi level 好 那om的这种 multi level 像这种POS的这个form的形式 你要把它变成multi level 我们就是要把它给乘开来 把它给乘开来 好 那那这边乘开来 呃怎么乘 啊怎么乘 那当然你有各种方式可以乘 可以这种方式乘 好 那如果你稍微仔细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 呃 特别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这里都有C 啊这里都有C 吧 啊 那这个 这就很像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什么 那个 呃第二分配率 第二分配率各位如果还记得 好 第二分配率讲的S O Y Z 它会变成是 S O Y 还有S O Z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给乘开来 好所以是第二分配率的这个 反向的这个部分 好就是你发现这个 呃你的那个 POS的那个形式里面 POS形式里面有同时 有出现相同的这个S的这个像的时候 好 S像的时候 你要把它乘开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到可以用到第二分配率 好 O对M的这个分配率可以把它套过来 好 好所以所以对这个也你就会得到 这个COD跟这个后面的这一项 乘开来之后 它就会变成是什么 C跟后面的这个D跟 这一坨 好乘开来 D跟后面这一坨 乘开来 好这样子 好 所以 好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呃 你把它乘开来 转开来之后 好转开来之后 就会得到 一个三个level的一个电路 这个就是一个NOM NOM的电路 那这个NOM的电路 那如果你仔细去算一下 哎他的level数 这个很明显 这个就是 第一个level 第二个level 然后第三 所以这三个level的电路 然后他需要几个gate 你算一下 7个gate 16个gate的 输入 好 那这个跟我们前面的 一样是三个level的 那个 这个 比起来好 前面的这个 用这个做出来 ONO呢 他需要5个gate 12个gate的 input 咦 这样一对照起来 你会发现 这个所需要的gate数量 还有gate的输入数量 都比较少 都比较少 所以 所以 如果把它展成三个level的时候 变成是这个 做法 事实上是比较好的 事实上比较好的 好 所以 对这个例子的眼 你会看到 两个level的 事实上是我们前面的 ON的那个做法 但是三个level的话 呃 就会变成是 ONO的那个 呃 更前面那一个 因为他呃 他的这个 gate的数量和 input数量都 都比较少 好 所以这边就是 呃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 为什么要做 multi level的电路 为什么要做multi level 因为他提供了你 不同的面积和速度之间的 选择 可以做一个 呃 不同的调配 那可以最适合你的 设计的目标 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东西叫做 name node的gate 好那 这一个 这两个gate 呃 为什么要特别介绍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什么 equs or equs node 事实上呃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呃 我们的 电路 好 我们先往下先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 好 那 name gate name gate 他的这个呃 就是 and加 not 所以 所以这个名字叫做name gate 前面那个n就是代表not的意思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知道 哎他的那个 他的 SIM 他的电路的符号就是 我们原来的n gate 怎么样再加上一个 inverter 好 再加上一个inverter 这个就是name 那一般来讲 那一般来讲我们inverter 在画的时候 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画 就是画一个圈圈 圈圈在我们的电路的这个 表示上面 它就是代表一个inverter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示 所以 所以之后各位在看我们的电路的时候 你有看到那个有圈圈的 圈圈就是代表inverter 圈圈代表inverter 所以这个叫做name gate 叫name gate 好 那name gate的这个 我们当然你写起来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这边有 abc 做and 然后再做not 所以你写起来当然就会是 你的abc 把它and起来之后 再做not 再做not 你这样看起来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小复杂 那你可以把它展开来 用demorgan theory把它给展开来之后 它事实上就会变成 a bar o b bar o c bar 也就是o 变ann 变o 有bar的 没有bar的变成有bar 好这样反过来 好那这个是从demorgan theory这边来看 那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 这个在电路上面 在我们的这个电路的这个图示上面 可以有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 很有用的一个表示方式 好 好那 我们刚看到我们的呃 电路的形式长成这样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圈圈 往输入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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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输入端移之后 那你的这个 输出这边就没有圈圈了 但是我们把输入端移之后 那本来我们这边画的这个 这是代表and 那and就会变成o and就会变成o 然后这个圈圈移过来之后 那你本来你的输入没有bar的 那这就会有bar 就会长成这样子 蛮神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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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圈圈 往输入端移过去 好 输入端移过去 那移过去之后 这边这个and 就会变成o 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变成 稍微有点弧形代表o 然后本来这边 输入没有bar的 那你一过来之后 那你一过来之后就会有bar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什么 limorgan series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这个就是a bar b bar c bar 怎么样 再把它o起来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nand gate 好 这个就是 用 这种电路get的图来做转换 我们就是把你的那个圈圈 把那个bar的部分 把它往输入或输出把它移动 做移动 那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变化 等于就是在图式上面来操作limorgan series 好 蛮好玩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n gate 好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好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n gate n gate 好那刚看完了这个n gate之后 那你看这个n gate 大概各位就稍微有点心理有底了 这个就是什么 all加什么 not 叫做n gate all加那 所以它的这个 图示做起来 就是 你的all gate 我们再加上一个圈圈 加上一个圈圈 再输入输出端 加上一个圈圈 它就是代表inverter的意思 代表inverter的意思 好那这边一样 我们也一样可以套用demorgan series 把这个圈圈怎么样 把它往 输入端搬过去 搬过去 那搬过去之后 那你的输出这边就没有这个圈圈了 但是你这边 这一个 all就怎么样会变成 and 所以它就变成直线 然后本来 没有bar的就会有bar 所以这边输入就会变成有bar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里看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 呃用图示来做这个demorgan series 因为这个noget noget我们写起来这里就是什么 这里就是a o b o c 然后怎么样把它取bar 取bar 就是得到这个 那你这个把它套用demorgan series 就会是a bar m变o o变n b bar 然后c bar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 也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 好 这样子做一个 呃 转换 好 这样做转换 好 好 那 那各位看到这边 可能 如果你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了这些nog noget 看起来noget 比较简单啊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nano nano看起来明明就比较复杂 为什么要讲nano 为什么要讲nano 好 那讲nano的原因是 因为在我们实际的呃电晶体在实现电路的时候 他事实上全部都是实现所谓的反向的 电路啊 实现反向电路啊 那前面我们有 有稍微给各位看过像inverter啊 他事实上是两个 呃这边是pmos 这边是nmos 这样传承 那那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向好 好 nanget的电路啊 nanget电路 在nmos的部分 他事实上就是两个串起来 两个串起来 pmos的部分是两个并联起来 这就是一个nanget的电路 在我们的电路的实现上面 nano事实上 做起来的电路电晶体 事实上是最简单的啊 他比这个nO做起来还要简单 还要简单 所以真正的电路在实现的时候 事实上是用nano的方式去做 是比较节省面积的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呃 特别要跟各位讲nano的这个电路 那这个部分各位在大三的VSI 你会学到这个部分啊 就是这些gat 为什么会对应到 长成这样子的一个电晶体 那这边我们只是呃 随口跟各位呃 讲一下他这个后面是呃 呃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今天就呃 这个叫做呃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什么叫做呃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就是呃 呃 这是一个蛮 专用的这个数 啊 专用的数 也就是说呃 你的这个呃 呃 logic operation 这个逻辑本身啊 他可以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也就是说 他可以实现任何的这个booling function的 那他就会始入于呃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哪一些是我们已经看过的 这种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当然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呃 呃 一开始就跟各位讲的这个呃 呃 呃 no 这一组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就是 以所有的呃 呃 booling logic 你都可以用no 来 来兜出来 都可以用这个兜出来 好 包含我们呃 呃在前面看到的像这种 ecusi o啊 ecusi no 你都可以把它拆解成呃 呃 no 那 那除了no 那之外 啊 那有没有其他的逻辑也可以呢 啊 也可以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呃 已经跟各位介绍了 呃 nand 就是and 加那 nand 那 nand本身可不可以 光nand本身是不是就可以是一个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这件事情 呃 我们要怎么怎么证明他 他是不是一个 一个可以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 呃 有几个方式可以可以来做 那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知道 呃 只要你可以实现no 那你就可以实现全部的 好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有一个逻辑 比如说你们我今天发明的某个逻辑 好 那你这个逻辑他是不是能够实现所有的 呃 boolean logic 你就看看你这个逻辑 他能不能实现这三个 and or not 都可以做的话 那他只要都可以做and or not 那 那and or not 本身又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你的这个逻辑 他本身就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所以这个 呃逻辑是这样 好 所以啊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只有and 和not的话 那我们至少看到说and和not是 呃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那剩下我们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all 缺的是all 那all能不能用and和not iall 兜起来呢 好 可不可以用and和not iall 好 那看到这边呃 各位应该就会呃回想到一件事情 好 and和all之间的转换 我们可以用什么转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我们前面学过的demorgan theory demorgan theory 好 所以一个 呃soy soy 那我们要把它用and来表示 用and来表示 所以我们 呃要把all变成and 所以我们就套用demorgan store demorgan store 所以 呃 套用demorgan store 那就会 这个all就会变成and 但是同时你的这个 呃 本来没有bar的部分也要变成永bar 所以就会变成sbar and ybar 然后整个再呃 再做一个inversion 那这个 就会是demorgan store 来实现 呃 用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and 还有什么 呃这边有not 就可以实现出这个all 好所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呃这个我们画出来 它的呃逻辑的function就会这样 你用 and 和not and 和not 来都出all 那做出来的逻辑 就会是长成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 所以and加not 本身就是一个 呃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呃 那如果我们稍微呃 呃 反过来推一下 反过来推一下 那 那 这个东西 呃 另外一个推法 你可以用我们前面讲过 讲的这种 呃 用直接用这种 symbol的这个方式 symbol方式 等于就在前面 我们加上两 这个all get 前面加上两个圈圈 好 前面加两个圈圈 你就是 负负得证 好 所以有加跟没加是一样 好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其中一个inverter 把它往后搬 往后搬 那往后搬 那往后搬 往后搬的话 你这个all就会变成是and 所以这边就变成and 然后 呃 本来没有inverter 就会多inverter出来 多inverter出来 所以 所以它的结构 就会变成像这样 那这个东西 如果把把那个圈圈的inverter 都把它画出来 就是上面的这个 好 至少就是上面这个 好 所以and加not本身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 各位大概知道这个之后 如果我们 稍微延伸一下 稍微延伸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all加not 它是不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all加not是不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你要怎么证明这件事情 那 很简单 那all all加not能不能做到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我们就要证明 它还剩哪一个是没有做到的 就是and 那如果它也可以做到and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因为它就是一个完整的no not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好 那这个部分 呃 证明就一样是套用demorgan slow 只是现在变成是 用o来做and 用o来做and 那 跟我们这边的呃 事实上是类似的 我们就不信 细部的推导 这边就留给各位自己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 呃 and和not是分开了 那我们把and和not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 那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nand的这个逻辑 好 nand逻辑 好 那nand的逻辑本身 它是不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nand的逻辑本身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这个东西 我们要怎么证明 它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我们就要证明它可以实现and 实现o 可以实现not 那如果 这三个逻辑都可以实现的话 那我们知道and or not 本身就是可以实现任何的function 那你只要这三个都可以做 那当然 呃它其他的就都可以做 好 那所以我首先我们来看 好 对nand而言 对nand而言 那你要怎么实现inverter 怎么实现inverter 好 那我们知道nand 你就是会有两个输入ab ab ab输入 那你要做坎像的话 坎像的话我们就把两个输入把它给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 因为inverter就只有一个输入 所以我们把两个输入把它接在一起 那 那这样这个出来就会是abab 就是abab 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做到not的部分 做not 好 那你可以做not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能不能做and 那做and 用nand做and 这个应该就很简单 因为 nand就是什么 就是and加not 好 好 那那这样子你要把它变成是 呃 and的话 那我们就是再加上一个inverter 就会把这个nand把它给消掉 所以 呃 就是 呃 这个nand 输出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inverter 那这个inverter就用我们刚刚 做出来的not 的这一个 都出来 那这样子就会做出一个什么and的 逻辑 就做出一个and的逻辑 好 那这样就做出了and 好 所以你not和and都有 那事实上我们前面也有证明了 就是not和and 事实上就已经是本身就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就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证就是证明 可以它可不可以实现all 可以实现all的这个逻辑 那实现all的这个逻辑 那用nand来实现all的逻辑 那做法就是 跟我们刚刚讲的前一页 前一页讲的这个是 一样的 一样好 那你事实上就是 呃 推出来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画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话 用这个 我们下面这个推出来就会变成 那这个 前面这个部分就是一个 这边就是nand的逻辑 然后输入是什么 是反向 输入反向 好所以这个画起来就会是 看成这样 这边是nand 然后输入是inverter 两个ab是inverter 这个勾起来就是old的这个 逻辑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是nand nand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呃 我们常见的这个逻辑 呃 我们这边 在上次跟各位介绍的这个nand 这个逻辑 他本身就是一个呃 光用nand 你就可以兜出所有的这个 opulation opulation 那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顺便也跟各位介绍一个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 在实际的implementation上面 nand的逻辑事实上是比较简单 但是你要实现and的时候 你反而要多加一个inverter在前面 多加一个inverter在前面 所以呃 在真正的实现上面 and事实上会比nand还要来的复杂 还来复杂 那这个事实上是呃 因为电路呃本身的一些特性 所造成的一个呃 呃现象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边我们看到了nand 好 那那那我们刚刚讲的像o和not 那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那all not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就会变成none 就会变成none 那所以呃 这一个和这一个 这两个都是functional complete set 这两个都是functional complete set 所以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no基本上它呃 是一个对偶的这个呃形式 对偶的形式 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得到 好那 但是如果你只有and和o 行不行呢 行不行呢 只有no行不行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只有and all的逻辑的话 它能不能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我们要证明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看到 我们有and的有all 那一个完整的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它能够实现and all还有什么not 所以它还缺一个not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证明的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办法用and all的逻辑 可以实现可以实现反向 那很不幸的 这件事情是做不到 这件事情做不到 所以呃在整个 你要做这种functional complete set的逻辑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定要有这个inversion 一定要inversion才才有办法做 只有and all没有not 是没有办法做出functional complete set 也就是 它没有办法实现所有的bolling function 没有办法实现所有的bolling function 没有办法实现所有的bolling function 好 所以呃 majority gate 那它另外一组搭配的叫做manjority gate 也就是多数觉跟少数觉的这个部分 好 这边就是多数觉的部分 那这边就是少数觉的gate 也就是我有三个输入 好 我有三个输入 我看这三个输入 的 的值 01的值哪一个是比较多的 它的输出就是那一个值 比如说我abc是001 0比较多 那输出就会是0 那1比较多 比如说你是110 有两个1的话 那输出就会是1 那manjority gate少数觉就刚好是反过来 跟这边是反过来的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get 这样子的get 它 是不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假设你今天发明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你要来证明它是不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要不是是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 那基本上我们就要证明它能不能实现m or not 那但是这个majority gate和minority gate 这个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这样子看还是不是很确定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 列出它的这个真值表出来 列出真值表出来 那 这边 就给各位一个这个 概念 就是说当你对这个function搞不太清楚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的真值表全部都把它列出来 这样给我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有三个输入abc 所以它的组合最多就是2的三次方八种 我们就把这八种组合都把它列出来 分别列出它的majority还有minority 就是多数和少数的这个部分 都在少数部分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大概 如果我们针对这个majority gate的这个部分 稍微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你大概会发现说 这边 上面的这一半 上面这一半 也就是我们照这个顺序下来就是0123 这一半 这边出来的结果就是11110 110 因为这个是少数 哪边是比较少数的值 像这边011 0比较少 这个输出就是0 然后这边0101的输出是比较少 1的输出比较少 所以这边输出是1 所以这边是1110 那这个logic function 这个logic function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如果你不看a的话 如果不看a的话 那你看到这边 bc的这个结果得到1110 这样子的组合做起来 这个其实就是negate 这个其实就是negate 那下面的这个部分 这样子兜起来 它其实就是什么 是一个nogate 就是a等于1的时候 这一大坨 bc这边组合起来的 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nogate 好 这就像一个nogate 好 那所以 所以大概看到这样 大概你就知道 这个 这个negate 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 就可以拿来做成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因为它本身就可以实现nano 那我们知道nano的逻辑本身 就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好 那如果我们真的要 来证明的话 就是你要证明说 这个monerty get 我们能不能实现inverter all get 还有end 那你只要能够证明这三件事情 证明这三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做得到 就可以做得到 呃 可以证明你的这个get 它本身是一个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那这边的这个证明我想 呃 就还蛮简单的 因为呃 我们看到我们的呃 manerty get的这个 呃 部分 manerty get的部分 它基本上 呃 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做是nane 好 当做是nane的时候 我们就是a 让它是0 好 如果你要把它当做是node的话 就是让a等于1 好 a这边固定是1 这边a固定是0 好 那 所以呃 这边的证明就跟我们前面讲 这个 nane node get 来 它可以实现这个 invert o 还有and 是一样 好 那我们这边呃 假设你就是用 呃 manerty get 它的这个node 这一个部分的这个function 所以 要做 呃 invert 好 要做invert的话 我们就让 呃 比如说 这边好像我们这个图这里 这边上a等于0 这边上a等于0 那让a等于0的话 那你就是剩下的输入 就把它接在一起 剩下的两个输入 bc的输入 就把它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这边画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正确啊 这边是a等于0 bc把它接在一起 bc接在一起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把它当做是node node的话是a是1 如果当做是node的话 a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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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一样是把bc接在一起 bc接在一起 好 那如果你要做o 做o的话 那你的node要做成o 那当然就是 呃再加上一个invert 反向就可以 再加一个invert 反向就好 那 好 那invert的部分 在 在我们 这边 在这边 呃你就是可以 把三个都接在一起 bc都接在一起 这边就是 不管是接哪一个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把三个都接在一起 他就会是invert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画法也是可以 你是让固定a等于1 然后把bc接在一起 或是固定a等于0 把bc接在一起 或是把abc都接在一起 那都可以做出invert 都可以做出invert 好 那我们这边呃 要做node的话 要做oGate的话 我们就先做node 然后再加invert 那node的话就是呃 a是1 a固定是1 然后你会有bc的输入 bc的输入 输入之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接invert 那invert 就用刚刚做出来的 就这样 呃三个输入都是一模一样 就是把它接在一起 得到 所以这是 得到了oGate 所以你可以实现这个oGate 好 那end的部分 呃就跟我们刚刚的呃 做法是一样 end的部分 end的部分 你有几种方式可以 可以做 一个是你用nand 先做nand 然后再加什么 再加invert 因为我们的manerti get 他可以是nand 可以做nand的方式 也可以做node的方式 好 所以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呃 用nand再加invert invert就可以 好 那nand的话就是让 呃我们从前面的真值表 可以看到nand的话就是 呃固定a 是0 a等于0的这个状况 a等于0的状况 然后你输入bc 好 输入bc好 所以他就会是 呃得到nand 然后我们再加invert invert 就是三个输入接在一起 这个就是invert 嗯 所以这个是用nand 那你也可以用 node去兜好 用node去兜好 用node去兜 那用node去兜 就跟我们前面呃的做法一样 好 做法一样 那如果我们从那个 symbol的这个 表示来看 你本来是呃 呃 node的这个 的function 要用node的function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 呃 这个是用nate 对不对 所以前面就是加两个invert 前面加两个 所以 所以用这一个去 去兜出来 去兜出来 所以这边是 这边是用nanget的function 然后前面加两个invert 所以这个呃 用刚刚的这个 呃 一样的这个做法 去兜 所以呃 呃 这样你就可以做出 呃 你今天假设你发明的一个 逻辑的function 啊 他可不可以用在任意的booling function上面 可不可以用在任意的booling function上面 就是呃 做这样子的证明 证明它能不能实现在invert and 还有all 他都可以实现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 呃 functional complete set 好 那介绍了这么多 呃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就是nano 啊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 这样一个逻辑 他本身 他可以实现任意的function 那这个在我们现代的IC设计里面 事实上是蛮重要 因为 我们一般现代的逻辑的实现就是 都是用nano 去呃 兜出来的 兜出来的 而不是呃 我们前面看到这种 no not的形式 所以呃 呃 你好像看起来觉得nano 好像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这个是 对人来讲是比较复杂 但是对电路的设计来讲 nano事实上是比较简单 它需要的电路事实上是比较少的 好 有没有问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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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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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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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根據我們的Bulling Functions增值表做出來的 我們Node的部分是這一個部分 你要用到這一個部分的話,我們就是固定讓A等於B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那所以各位知道Node的 重量物性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在前面一開始講邏輯的時候 我們就跟各位介紹這種2-Level的NO的邏輯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開始講一下 那2-Level的Node的邏輯是怎麼樣子? 你怎麼樣子得到一個2-Level的Node的邏輯? 好,那2-Level的Node的邏輯你要怎麼得到?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套用Demorgan Theory Demorgan Theory 好,那這一個做法呢 這個做法比較簡單是直接從這個畫圖的方式去得到 會最簡單 這個就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 我們就是在你的這邊加上2個圈圈 然後我們可以把圈圈把它往後搬好 往後搬好 那往後搬的話,那你這裡就會形成一個NodeGate 就形成一個NodeGate 那如果你是AllGate的話 我們前面加上2個圈圈之後 然後把其中一個圈圈把它往後搬 那你就會得到的是一個NodeGate 那這個就是套用Demorgan Theory所得到的這個部分 那也有這樣子的基本概念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Function是長成這樣 AOBC Bar OBCD OBCD 好,那畫出來的邏輯是這樣 好,這是一個2-Level的SOPFORM Signal Product的這個FORM 那我們要把這個形式把它轉成 轉成Nano的邏輯 轉成Nano的邏輯 那要怎麼轉 要怎麼轉 好,這要怎麼轉 好,那這個轉法其實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用圖示的方法來去解它 事實上是最容易的 螢幕了然 這個我操作一次,各位就很清楚 好,那這個做法這樣 我們就是在中間這邊 從輸入這邊開始數過來 中間這邊,我們加上兩個圈圈 加上兩個圈圈 好,那加上兩個圈圈之後 加上兩個圈圈之後 好,那我們要把它轉成 Nano,Nano邏輯 好,那我們看一下 好,看一下 呃,後面的這一個部分 首先你看到 咦,跑掉了 沒有,不會跟著 那我們首先看到後面的這一個部分 後面的這一塊 後面這一塊 後面這一塊,N-Gate 你N-Gate前面加上一個圈圈 咦,這個就變成什麼 這就變成了Nan 就變成Nan 好,所以後面的這一個圈圈 我們就不動它 我們就不動它 因為它 你這樣子加上一個圈圈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Nan 對不對 但是我們加的圈圈 事實上是兩個圈圈 那我們另外一個圈圈要怎麼樣 我們就把它往前面搬 往前面搬 好,那往前面搬 往前面搬會變成什麼樣 你這個是 就是 這邊有圈圈 這是 O-Gate 然後它的輸入是Inverter 好,我們把圈圈往前面搬 那這個就是Demorgan Series 好,所以把它搬到前面之後 那輸出的部分就會有一個反向 在這裡 好,那 但是你把這個圈圈搬走之後 那你的ALL就會變成Nan ALL就會變成Nan 就會變這樣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輸出的部分 輸出的部分就會變成是一個Nan Gate 那這裡也是一個Nan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Nan 好,那這邊在做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要稍微 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也就是我們在加那個圈圈的時候 我們剛加的時候是這裡加兩個圈圈 這裡加兩個圈圈 那A的這個部分呢 你也要同時也要加 也要加 這邊也是要加兩個圈圈 所以這邊不要忘記 這邊只有輸入的這個部分 沒有跟其他接的 這個也要加兩個圈圈 好,加兩個圈圈 好,所以當我們把這個 其中的一個圈圈 把它往前搬的時候 那A這邊呢 它就會只剩下一個圈圈 所以我們剛把它搬過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是這樣 那A這邊會剩下一個圈圈 剩下一個圈圈 那其他的這條線的這個圈圈 它就變成接到後面去的這個 NanGate去了 好,接到這邊來 好,所以 層面這裡是NanGate 後面這裡是NanGate 好,所以我們就 成功的把這樣子的一個 NO邏輯轉換成NanN的邏輯 NanN的邏輯 好,那你A這邊 呃,前面有一個inverter 前面有一個圈圈 那這邊你也可以把它稍微改寫一下 就會變成像我們 呃,講義上面看到 就是一般 呃,你可以就可以把它寫成Abar 如果你 你呃 不想要畫那個圈圈的話 那就把它寫成Abar就可以了 那不然你就直接留著這個圈圈也是OK 所以也是沒有問題 也是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個是 呃,怎麼樣子用這種 圖形的方法做 啊,我們前面看到的這種N-O邏輯 把它做轉換到NanN的邏輯 蠻簡單的 蠻簡單的 欸,各位操作一次就知道了 這個 這個 欸,實際上一點難度都沒有 一點難度都沒有 好,我們就是把這個圈圈 把它往前往後把它搬一搬好就可以 那搬的過程我們就是靠用 呃,Demorgan Theory 只是靠用Demorgan Theory的這個概念 在這裡面 那你翻過去之後 And就會變成O,O就會變成M 然後 這樣子 好 好,有沒有問題 好,那剛剛我們介紹的是 Angle轉成NanN Angle轉成NanN是 呃,我們在證明課裡面 大概是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一個 呃,狀況 那它還能不能再 再 再變化 再變化 那剛剛我們在搬的時候 我們是有 這邊有兩個圈圈 然後把其中一個圈圈 把它往前搬好 就會得到 得到這個NanN的這個 邏輯 NanN的邏輯 那 那如果你再把這一個圈圈 後面這個圈圈 再往後搬 再往後搬 再往後搬會變成什麼樣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呃,這一坨 如果再往後搬就會變成什麼 那你搬到後面來 那你的 N的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是O 那你前面這個圈圈就不見了 然後 那你搬到這邊來之後 本來你這邊B的部分 那搬過來 那你這裡就會多一個inverter 然後這邊CBAR的部分 這裡就會多一個圈圈在這裡 對,多在這裡 好 那你把這一個 BAR的部分 我們把它加到這個B這邊來 這邊就會變成BB 然後這個BAR的部分 跟CBAR結合起來 這邊就會變成C 這樣子 好 那這樣轉換過來之後 這個GAT就變成是一個ALLGAT 還有一個NAMEGAT 所以這個是ALLNAME的一個形式 這是一個ALLNAME的形式 好 好,所以 呃,剛剛講的這個是 把 把這一個圈圈把它往後搬 把它往後搬 好 那我們把這個往後搬之後 那接下來這個ALLNAME的 我們還可以再 再把它變成是 這個 NOWALL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把 這一個圈圈 再往後搬 這個圈圈再往後搬 好 那這個圈圈再往後搬 就會變成什麼樣 你會看到 我們本來 是 這邊是一個 這一坨 這邊是A 跑到這裡來 來這裡是A 然後這裡有一個inverted 那我們把這個圈圈把它往後搬 好,往後搬之後 那你這邊的這個 AND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是ALL 就會變成是ALL 好,那搬過來之後 這邊就會多 多了這個圈圈 好,那A這邊也會多一個圈圈 這邊也會多一個圈圈 好,那這邊的這一個 這個圈圈 因為它後面還會有接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ALLGATE 然後把這個圈圈跟這個ALLGATE結合 那就會變成是NOWGATE 好,翻過去這裡就是NOWGATE 翻過去這裡就是NOWGATE 然後這邊本來是ABAR 這也是ABAR 那ABAR的部分你現在又多了一個圈圈在這裡 所以它就負負的真的就消掉 所以這裡就變成是A 變成A 所以這個是NOWGATE NOWGATE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些不同的電路的轉換 其實就是我們把這個圈圈做不同的搬移 好,不同搬移 那基本上後面的這兩個基本上不太常用 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在用 我們最主要會用的主要是前面這兩個 就是把ANGLE轉成NANNAN ANGLE轉成NANNAN 這個大概是最常用的一個形式 好,那剛剛我們看到的是NO的邏輯 那你會有一個對 對偶的形式就是ON 就是POS的這個形式 PO形式 那ON的這個邏輯 那我們它最自然的轉法是轉成NONO的邏輯 NONO邏輯 好,那這邊的轉法跟我們 我們剛講的是一樣 我們 轉換的方式一樣 我們在中間這邊 這裡加上兩個圈圈 加上兩個圈圈 那你加上兩個圈圈之後 那你就會看到 如果其中一個圈圈跟後面的 O-GATE把它兜起來 這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NO-GATE 這就是一個NO-GATE 好,那 所以其中一個圈圈 我們就跟後面結合 那另外一個圈圈呢 我們就把它往前搬 好,就把它往前搬 那往前搬的意思就是什麼 套用De Morgan's theory 套用De Morgan's theory 好,那所以你的這個 N-GATE 把它往前 把它往前搬之後 這邊IVERTOR就跑到前面來 那AND就會變成O AND就會變成O 好,所以 那這個就會得到是一個NO 也就是我們這裡看到的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會得到 把O-AND就會變成是一個NO-NO NO-NO的這個邏輯 你這個完全就是看圖說故事 你就把它搬一搬 你就得到結果 欸,蠻簡單的 其實沒什麼難度 沒什麼難度 但是各位要知道 這個後面的原理是什麼 就是De Morgan's theory 只是套用De Morgan's theory 那我們用畫圖的方式來做 事實上是最容易理解的這個部分 好,那一樣這邊 N-NO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再 再做一個轉換會變成NO 那這邊的轉換一樣是把 這一個圈圈 我們再把它往後搬 就會得到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 就會得到 這個N-NO的這個邏輯 那如果你再把這個圈圈 也再往後搬 那就會得到 下面的這個 這個N-NO的這個邏輯 那N-NO的這個邏輯 那N-NO的這個邏輯 你如果再把這個圈圈 再往後搬 再往後搬 消掉 它就會變成我們原來的 O-N的邏輯 O-N的邏輯 所以就只是圈圈 往不同的方向去搬一搬 就可以做不同的轉換 那不過跟前面的這個 N-N的這個狀況一樣 後面的這兩個 N-N還有N-NO 基本上大概蠻少用的 就蠻少用的 我們最主要是比較常用的是 前面的這個O-N轉成 N-NO的這個邏輯是比較多的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兩個Label的N-NO 怎麼產生出來 用SOP SOP的形式的話 你會 會做成N-N的邏輯 然後用O-N的形式 也就是POS的話 會產生N-NO的這個邏輯 好 那各位同學看到這邊可能會想說 我們前面的這個SOP SOP這種N-NO的形式 我們前面轉換出來 是變成是N-N的這個邏輯 那我能不能把這個N-NO的這個邏輯呢 我用這個N-NO的邏輯來去抖 用N-NO的邏輯來去抖 N-NO會變成什麼樣子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前面的轉換是 是用這個N-N 使用N-NO 所以我們直接 就是在中間這邊 我們就加兩個圈 加兩個圈 那加兩個圈的話 那我們再把 這個圈再把它往前翻 再往前翻 它就這個就會變成是N-NO 所以這是N-N-NO的這個邏輯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樣做出來這裡是 Angle是一個2-level 那N-N-NO這邊也是一個2-level 這兩邊都是一個2-level 2-level的狀況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那你Angle 你覺得用N-N-NO不是很好啊 我是不是可以用NO-NO 用NO-NO會變成什麼樣子 變成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 NO-NO的話 NO-NO的話要怎麼變 NO-NO要怎麼變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 NO的這個邏輯 所以O要變成NO O要變成NO 最簡單我們就是在 O前面怎麼樣 加上一個inverter 加上一個inverter 但是你加inverter的時候 你不能只加一個 因為你只加一個的話 這個邏輯的function會變掉 所以你每次加的時候 一定都要加兩個 因為負負得證 它才這個function才會一樣 好 你就要加兩個 就要加兩個 好 那加兩個之後 那我們把其中一個留給 這個 O-get 它就會變成是NO 然後另外一個 inver 另外一個圈圈呢 它就變成是一個 單獨的inverter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我們這邊看到的 這個部分 就是一個NO加上一個inverter 好 這樣 所以前面的這個部分 就變成了NO 這裡就變成了NO 那後面的這個呢 後面這個 這是N-Gate N-Gate 那N-Gate的話 你要把它變成是這個 NO N要變成NO 那我們就是套用什麼 Dimo跟Series 那一樣 我們就是在 你的N-Gate的前面 我們怎麼樣 要加的時候 我們就是加兩個圈圈 這個各位都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們不能改變它的方式 所以你要加的時候 我們加 一加就是同時加兩個圈圈 它 兩個反向才會互相抵銷 才不會影響到它的方式 所以我們同時加兩個圈圈 同時加兩個圈圈 然後我們把其中一個圈圈 怎麼樣 把它往後搬 往後搬 那為什麼要把其中一個圈圈往後搬 因為我們就是讓這個N-Gate 套用Dimo跟Series 好 AND 他用Dimo跟Series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是O 好 變成是O 好 所以 所以就會變成 這個AB 這個AB 我們把其中一個搬出來的 所以這裡就會有 呃 輸入這邊就會有兩個inverter 然後AND就會變成是 AND就會變成是O 這裡就變成是O 好 所以就會變成是 呃 我們這邊看到的這個 部分 好 看到部分 好 所以呃 那如果你把 這一個圈圈 跟你的 輸入合併的話 那你就會 這邊A就會變成是 A板 就會變成A板 好 那 所以這個就是 呃 把Angle把它轉成 NoNo 好 Angle轉成NoNo 好 那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呃 Angle轉成N-N-N 呃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一樣是一個 Two-Level的邏輯 但是我把Angle轉成NoNo 它基本上 就變得比較複雜 因為你的輸入的部分 它要加上inverter 輸出的部分 它也要加上一個inverter 所以它的邏輯 事實上會比轉成N-N-N要來的複雜 好 要來複雜 好 所以呃 這邊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呃 這種SOP的形式 這種Angle的形式 它轉成N-N-N-N是最簡單的 是比較簡單的 你硬是要把它轉成NoNo 事實上是比較複雜 好 會比較複雜 好 但是反過來 反過來 如果你是PoS的形式 是All-N-N的話 它轉成NoNo 事實上是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 那你硬是要把它轉成N-N-N-N的話 就會跟我們前面的一樣 就是輸入這邊多了一堆inverter 好 都反向 輸出也要多了一個反向 那都會變得比較複雜 好 會比較複雜 好 所以呃 這邊要跟各位講的結論就是 On最好轉成NoNo No 最好轉成N-N-N 那你硬是要轉成另外一邊的時候 會搞得蠻啰嗦的 會搞得蠻啰嗦的 會比較複雜 不會那麼簡單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那其他的這些組合像什麼N-N-N-O-O All-Node這些 那這些事實上不是一個完整的一個Function 因為它最後事實上會被劃淨掉 比如說我們這邊看到的這個是Name加Node Name加Node的這個部分 Name加Node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邏輯把它給寫起來 然後再把它做化檢之後你會得到事實上只有什麼 就是只有一個 那這些Literals的一個Train 也就是只有Engage 只有Engage 它事實上並不是一個SOP的形式 就是它並不能夠做成一個完整的形式 那你要做完整的形式 不要像我們前面講的 你要嘛就是一個No O-N 那或者是Name 或者是No-No 它才有辦法做完整的這種SOP 或者是PoS的這種Function 那其他的組合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其他組合是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實現所有的Function 好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個總結 那你怎麼樣子設計一個 最小化的一個2-Level的Name 那我們就是從 你先得到一個用Carno-Mate 或是用這個 不離代數的化檢方式 得到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Engage的這個邏輯 然後再把Engage的邏輯轉成Name 的這個部分 好 那這個轉法就是我們在 中間這邊加上兩個圈圈 中間這邊加兩個圈圈 好 所以如果你是前後都有 比如說這邊 Engage會連到前面的 這邊有連接線 那我們就是 這邊會有兩個圈圈 其中一個圈圈在 後面的Engage 另外一個圈圈會在前面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是單獨輸入的這個部分 這邊一定要記得 這裏單獨的輸入也要加兩個圈圈在這裏 這兩個圈圈 好 那我們再把其中一個圈圈再把它 把它往前搬 再把它往前搬 那這裏 這個 AllGate就會變成是一個NameGate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轉成 2Level的NameName 好 那NoNo的形式 好 也是這樣 你就是先找出最簡單的 OM 也就是PoS的形式 然後一樣在中間這邊 加上兩個圈圈 好 兩個圈圈 好 那記得這邊 如果是單獨的輸入的這個部分 請記得要加 這邊就是直接是兩個圈圈 它如果是有連接線的部分 其中一個圈圈在後面的Gate 那另外一個圈圈在前面的Gate的 輸入這邊 然後再把這邊的圈圈 再把它往前搬 往前搬 那它就會變成是一個NameGate 好 所以這個 轉法就是這樣 好 那這邊有一些不同的這個例子 我們就留給各位自己去練習 我想這個 蠻簡單的 好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這種2Level的這個 邏輯的Minimization 那我們就用前面講的這些方法 你可以化解出最簡單的 SOP或PoH的形式 那最簡單的就是 它的向 Tand的數量最少 然後輸入Littal的數量是 是最少 因為這個 你的每一個Tand 就是對應到實際的 多少的這個Gate的輸入 然後每一個Littal的數量 就是對應到你的Gate的 Input 所以這個就是實際的這個 對應到你的面積的這個部分 好 那你要在不同的Fone之間轉換 就是套用Demo跟Theory 好 那這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這個圈圈把它給往前往後搬一搬 好 這樣就可以 好 那我們前面跟各位介紹了這個 2Label的N-O的邏輯 好 那我們可以把 那我們也介紹了這個Multi-Label的N-O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 我們可以把這個Multi-Label的N-O 把它也擴展變成是Multi-Label的N-O的 這個邏輯 好 那這個部分的轉換 一樣套用我們前面的做法 那只是我們有一些 比較經驗法則的一些公式 跟各位講一下 那基本上你先用前面的 Carno Map或是布林代書 先把它化解之後 然後看你的一些條件 你可能會拆解成這個Multi-Label的N-O Circuit 然後接下來要轉成 Langet或Noget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你的這個 在 135的這些Label呢 我們加上 加上兩個圈圈好 加上兩個圈圈 然後再來做一個轉換 那這個部分的這個 Label的算法呢 是從輸入 輸出端開始往回算 輸出端這邊是Label唯一 所以在輸出端的 這一個兩個 它的輸入這邊 我們加上兩個圈圈 加上兩個圈圈 也就從這邊算過來的 135的部分 這邊是Label1 這邊Label3 這邊是Label5 這邊的 每一個Label這邊 就加上兩個圈圈 加上兩個圈圈 這裡加上兩個圈圈 好 那加上兩個圈圈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來做 Lain Lainnode的這個 轉換 好 那我們稍微操作一次給各位看 那各位就會比較 清楚一點 比如說我們這邊就是在Label1的這個 那我們加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就是像這種 有單一輸入的這個 要加也是都是加兩個圈圈 就在Label的135的這個部分 都加兩個圈圈 好 那都加兩個圈圈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把它變成是 Lainnode的邏輯 Lainnode邏輯 好 那Lainnode的邏輯 當然你會看到說 後面這個就是end 這裡就是end 那end跟前面的這個圈圈 兜起來就會是一個end 好 所以我們就 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把你這個 你剛加進來的兩個圈圈呢 其中一個圈圈往後搬 其中一個圈圈把它往後搬 塞給後面的這個end gate 把它塞過來 把它塞過來 那這邊一個圈圈把它塞過來 移過來 把它移過來 好 把它移過來 好 那這邊移過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 那你就得到了 把這些end gate都把它變成是end gate的 都把它變成end gate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 all gate的部分也要把它變成是end gate 那all gate的部分要把它變成end gate 我們就是要把圈圈每一個的這邊剩下的另外一個圈圈 把這邊要把它往前面搬 往前面搬 這邊往前面搬 這邊往前面搬 這邊搬一個 所以一個留在原來的地方一個把它往前搬 那一個往前搬之後 那你這邊往前搬 這裡就會得到 後就會變成是一個end gate 然後這邊有接的 然後這邊有接的 這裡就會 剛剛我們留下來的end gate 然後你的這個k的這個部分 它一個已經搬走了 另外一個還在 另外一個還在 所以這邊是 這幾個部分 那剩下這就沒有影響 好 然後另外這裡 這一個往前搬 因為往前搬也會得到一個 會變成會有一個圈圈在這裡 它會接到這裡來 接到這裡來 好 然後這邊 這邊是 bbar bbar的部分 這裡還會留下一個圈圈 然後這邊的這個圈圈 已經往後面搬到這邊的end gate去了 所以這邊就是end gate 這樣接過來 接過來 然後最後的這個 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那這一個部分 這一個部分 呃 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部分 呃 因為我們剛剛加了兩個圈圈 沒有 其中一個圈圈把它往前搬 好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end gate end gate 然後你這邊是de 然後這邊還會剩下 你原來的兩個圈圈 d e bar d e bar 這兩個圈圈 好 那你可以把這個圈圈 跟你的這個d 把它結合 那就會變成是d bar 然後e bar 跟這個圈圈結合 消掉之後就會變成1 這樣 好 那你就會得到我們下面的 這一個 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的 lengate的 邏輯 好 lengate的邏輯 那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靠到 om 只是我們現在就會變成 轉成no no om轉成no no 這樣子 大家可以再做 然後做法 呃 就蠻類似的 做法蠻類似的 那 基本上就是把我們前面的那個 兩個level的這種 no的轉換好 我們現在把它轉換成 magi level magi level 因為 呃 我們就 本來我們 如果是 2 level的話 我們事實上就只有看到前面的 level1和level2 就是在 中間這邊加上兩個圈圈 那你現在多個level 那我們就是在 這邊多個level 這裡 這裡也要加上圈圈 好 那這邊也要加上圈圈 就是本來應該是兩個為主 那你這一次剩下一個的話 我們就一樣把它加在這邊 好 所以 所以這個 magi level的部分 magi level的部分 呃 如果你用前面的 two level的來想 就是 兩個level為一組 兩個level為一組 那你這邊只有一個的 那一樣我們把它想做 後面其實還有一個 那這邊沒有了就算 就一樣在這邊加上兩個圈圈 這樣子 所以做法是跟我們前面的一樣 那 我們把其中一個圈圈留在後面 在engale這邊 另外一個圈圈把它往前翻 這樣就可能 好 所以 做法大概就是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些電路的這個轉換 電路轉換 我們事實上就是套用Demorgan Series 就是你把這個inverter的這一個 的這個把 事實上你可以把它往前翻 往前翻 如果變成是這一個 往前翻這個 那你engale的這一個 讓它往前往後翻 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那這些你不是要去記 因為這個 基本上這個都是套用Demorgan Series 做出來的 所以你翻了之後 有的該變成 and就要變成o o不就要變成n 就把它做一個轉換 你自然就會得到 這些股份 好 沒有問題 那前面我們跟各位講的是 n o轉成n o 或是n o轉成n o 那如果反過來呢 你要把n o轉成n o 把它轉回來 把它轉回來 那要怎麼轉 n n把它轉成n o的部分 n o的部分要怎麼轉 那基本上就是 把我們剛做的事情 把它反向 把它反向一下 我們剛剛是 我們剛在做的時候 我們剛在做的時候 是把你這邊加的兩個圈圈 這邊加的兩個圈圈 起一個圈圈把它往前翻 那現在你要把它變回來的話 我們就把 本來你往前翻的這個圈圈 把它往後翻 把它往後翻就可以 所以把這個圈圈 把這個圈圈把它往後翻 把它往後翻的話 你這個name gate 就會變成是這個o gate 往後翻 往後翻之後 你這個圈圈就不見 然後這邊的name end 就會變成是o 那往後翻之後 這裡就會產生圈圈 產生圈圈 好 產生圈圈就會跑到這裡來 這裡就會有 這裡就會有 好 那這裡就會有的話 那你就會看到說 欸 這裡的這個圈圈 跟這個圈圈怎麼樣 就會互相抵消 好 這裡就會互相抵消 好 就互相抵消 那互相抵消之後 那你後面的這個gate 就會變成是一個單純的endgate 好 單純endgate 好 然後你的這個f這邊 就多出一個圈圈在這裡 圈圈在這裡 那你如果把這個圈圈跟f結合起來 這裡就會變成是f8 就會變成f8 好 那一樣 一樣也是後面的這一個 後面這一個 這一個圈圈 一樣我把它往後搬 往後搬 把它往後搬 就可以了 那往後搬的話 這個end就會變成是f8 然後輸入這邊就 就會變成是有inverter的部分 inverter的部分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把endgate 變成no的這個形式 因形式 那一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就是在你的level 一二三五就是基數的那個部分 的那個圈圈把它往後搬 本來我們是在 基數的那個輸入這邊加上兩個圈圈 那我們現在就是反過來 在基數的那個輸出的那個部分 來我們被我們搬出來的 把它給搬回去就可以 所以最後就會得到 下面像這樣子的一個電力 好 那一樣 on on轉成no-no 這個剛剛我們沒有特別講 那這個 轉法 轉法一樣跟我們前面的這個 angle轉成no-name是一樣 一樣你是在這個 Label一三五的部分 Label一三五的部分這邊加上兩個圈圈 這邊加兩個圈圈 那你這邊加的時候像這種只有 只有一個輸入 它沒有跟其他接的 這個記得也要加 所以這邊是Label一 這邊Label二 這邊Label三 這邊是四 好 所以一樣在 基數Label這邊的 我們加上兩個圈圈 好 加兩個圈圈 好 那加上兩個圈圈之後 接下來我們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 你就會看到說 欸 這邊的 這邊的o-get 加上了這個圈圈 這個就變成o-get 所以這邊後面就不用動 我們就要把這個多的這個圈圈怎麼樣 把它往前搬 多的這個圈圈把它往前搬 好 往前搬 那 往前搬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and-gate 就會變成是一個o-gate 然後輸出這裡會有個bub 或是會有個bub 這樣子 所以你這邊G的部分 會搬掉一個圈 這裡還剩一個圈 這樣子 所以就會得到 這是我們剛剛加的這個部分 加的部分 然後 你再把這個畫件 再把畫件 就得到下面的這個 那基本上 剩下做的步驟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and-all轉成nan-nan是一樣 只是你現在是and 變成是old的這個部分而已 and變old 這兩個是 操作的方式是一樣 那都是蠻類似的 O變N變O這樣變過來 那都是套用Devogue跟Siri去 來做處理這樣 好 那我們前面講的方法 基本上是比較適用在說 你的那個電路就是 很很漂亮的這種 no的形式 或是om的形式 那種很漂亮的形式的話 那你就可以套用我們剛講的 就是都在那個 激素的那個level的1357 這種激素的level的那邊的輸入 加上兩個圈圈 就可以去轉 就可以去轉 但是如果你拿到了一個 circuit 它的電路的形式 不是像我們前面講的那種 很漂亮的這種no的行為 或者是om的行為的時候 它可能比如說像我們這邊看到的 它是兩個and 再兩個o這樣子串起來的 那這種 我們要怎麼把它轉成這個 呃 比如說轉成這個 Nan的這個邏輯 整個Nan的邏輯 那像這種比較一般性的這種 呃 電路 它不是像我們剛講的那種 noom的形式 noom的形式的話 我們只要在激素level那邊加就可以 那如果不是那種形式的話 呃 這個做法我們就是在所有的這個 中間的連接線 我們都給它加上兩個圈圈 這邊都加兩個圈圈 這邊都加兩個圈圈 都給它加上去 都給它加上去 好 那那另外這邊 呃 這邊空的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加 因為要加就一起加 要加就一起加 那加完之後 加完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你要做的目標 目標是什麼 那我們要做的目標是 Nand 好 這個目標是Nand 好 那目標是Nand的話 那我們 呃 就可以來看一下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 這裡是已經是N-Gate了 這裡是N-Gate 好 那N-Gate你再加上一個圈圈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呃 Inverter 好 就變成 就變成Nand-Gate 所以 所以這個圈圈 一個圈圈跟後面的結合起來 這個就變成是Nand-Gate 好 所以這樣就兜起來 好 那剩下那個圈圈要怎麼辦呢 好 剩下那個圈圈要怎麼辦呢 好 那 我們就要稍微看一下 接下來的這個 電 它的Gate是什麼 那接下來這個Gate呢 它本身 也是一個N-Gate 那也是一個N-Gate的話 那你前面已經有加上了 兩個圈圈 所以 其中一個圈圈歸 歸這一個N-Gate的話 它自然就變成了 是一個N-Gate 好 所以我們一樣這邊 切一個圈圈出來給它 好 那這樣子你就會變成 這裡還會剩下一個圈圈 好 剩下一個圈圈 好 所以 所以這個圈圈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往前搬 因為它往前搬會 這個就不會變成是Nand-Gate 好 所以這邊就會多出一個圈圈 那多出這個圈圈 我們在實線上面來講 就是把它變成是一個 一個 就可以 就像我們這邊畫的一樣 你可以畫成像我們 講義上的一樣 你也可以畫成比較正常的Invert 都可以 畫成比較正常的Invert 那既然這邊沒有往前搬的話 那我們C這邊加的兩個圈圈 這個就好像沒有 就沒有用到 那沒有用到的話 你兩個圈圈就可以自己消掉了 所以 這邊就自己消掉 就 就剩下 比較完整 原來的這個C的這個部分 就留下來就好 這樣 所以這個是 這個部分 這部分 那到這邊之後 到這邊之後 那我們再往前看 再往前看 那再往前看的話 這裡是一個O-GATE O-GATE 好 那O-GATE的話 那就 就有用了 O-GATE 我們把圈圈往前搬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靠用Demorgan Series 那O就會變成是NAM O會變成NAM 好 所以 所以剛剛我們這邊的 這裡加的兩個圈圈 其中一個圈圈 給後面的這個N-GATE搭配起來 那另外一個圈圈 我們讓它往前搬 讓這一個O-GATE變成是N-GATE 所以這邊 這裡一個圈圈會用掉 這個圈圈會用掉 它往前搬 好 它往前搬 好 它往前搬 這個自然它就會變成是一個N-GATE 那這裡會是D這邊翻掉了一個 所以這裡還剩下一個 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就翻完了 然後輸出這裡有一個 這是一個N-GATE 然後最後這邊 最後這邊 這裡也有兩個圈圈 這兩個圈圈 然後這也是一個 這一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 O-GATE 好 那我們O-GATE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 要把它變成N-GATE 所以我們讓其中一個圈圈 一樣往前搬 現在先往前搬 就可以 那就會得到 得到這個 那這個東西 我們如果畫起來 這個就是N-GATE 就是N-GAT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它的形式如果不是那種N-O-N-O交錯 或是O-N-O-N交錯的 這種你要轉成N-N-N的時候 稍微會比較 也沒有說比較麻煩一點 那只是做起來就會中間會討出一大堆 這些額外的IVERT的部分 沒有辦法被消掉 那你就把它留著就可以了 那做法基本上 你就是從那個 輸入端開始 輸入端開始 我們就中間的這邊 都給它加上兩個圈圈 然後看你要做的目標是什麼 像你要做的目標是NAND的話 那你AND如果有加上IVERT 它就會變成是NAND 這個就達到你要的目標 然後再來看 多的那個圈圈能不能往前搬 能不能往前搬 那往基本上要往前搬的話 最主要我們是要套用Demorgan Series 所以 所以只有前面的那個GATE 它是ALLGATE的時候 我們 你把它往前搬 它才會把這一個變成是NAND 這樣搬才有意義 那如果像這種是兩個AND 串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就 這個就不需要往前搬 因為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個NANDGATE 所以不是AND或ALLAND 你要轉的時候就 稍微會比較囉嗦一點 好 算比較囉嗦一點 讚 有沒有問題 第十個LEVEL可以再畫解第三個LEVEL 然後一起用NANDG 你就把它變成三個LEVEL 不要四個LEVEL 然後先畫解 這個先畫解 當然也是可以啊 不過 我們這樣做是讓它維持原來的這個結構 不動的狀況底下去做 那你那個是在進一步做完畫解之後再去做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其實蠻簡單 就各位稍微操作一次 自己做過一次之後就會蠻清楚 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跟各位介紹 前面我們都是介紹你的輸出是只有單一輸出 SINGLE OUTPUT的這個狀況 那事實上在我們真實的電路裡面 我們的輸出通常都是不止一個 都是有多個輸出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比較簡單的狀況 就是兩個LEVEL 但是你現在是多個OUTPUT CIRCUIT的時候 電路做起來會是長成什麼樣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這三個FUNCTION F1 F2 F2 F3 然後我們分別得到它的CarnoMap 那畫解出來 這個各位目前在寫作業圈圈圈 大家就知道 這個就會迅速像這樣子的一個形式出來 好 那我們這樣子畫解的話 我們是每一個FUNCTION 每一個F1 F2 F3 都單獨自己去做 那如果這是單獨做出來的話 每一個單獨做好 那這樣做出來需要9個GATE 21個GATE的INPUT 21個GATE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它的這個 做出來的這個畫解出來的FUNCTION的話 你會看到說這裡有AB 這裡有AB 這裡有AB 這個AB能不能共用 AB能不能共用 然後這裡有CD 這裡有CD 這裡有CD 那CD是不是可以共用 是不是可以共用 好 所以我們把AB和CD呢 這種共用一下 也就是說我AB AB得到的結果之後呢 得到結果之後呢 他可以給F1這邊用 他也可以給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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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 就不會只有接一個輸出 他會變成有兩個輸出 這個 CD的這個部分 CD的部分 額 他變成是 有一些 這樣產生出來 這邊有ABCD 然後這邊有ACD 好 所以我把這兩個合起來 兩個合起來 他其實會產生CD 好 所以我先做一個ACD 再做一個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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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兩邊的這個 額 結果 這邊的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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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F2 然後ACD的結果接到過來 這樣子 那我就不用單獨做這個CD 這個CD就不用單獨做 所以這樣共用 那這樣共用之後 你會發現 他所需要的GAT的數量變少了 變成 7個GAT 然後GAT的輸入也變少 變成18個GAT 變18個GAT 所以這邊例子 給各位一個這個 你看到一個 就是說 如果這種多個輸出的 像這種多個輸出的狀況 如果有可以共用的話 它事實上有可能會得到一個 GAT的數量 還有GAT的輸入 都會變得更小的一個狀況 會變得更小的一個狀況 好 那是不是所有的這種共用的狀況 它都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呢 好 這件事情不必然成立 不必然成立 那 共用的狀況 它會有幾個缺點 我們先不講它的這個面積 它的GAT的數量是不是能夠減少 它有可能會讓你的這個速度會變慢 為什麼速度會變慢 速度變慢的原因 比如說你這邊AB 本來你這邊事實上它事實上只接到其中一個 它現在變成 接到F1也接到什麼 也接到F3 好 那 那這邊它等於是接到多個輸出去 那多個輸出去這邊 每一個 這邊就是有一個RC 其實這裡只有一個RC 都是有一個RC的Delay 你接的越多它的 Loading這個RC的Delay就會越大 就會越大 好 好 那我們再給各位看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這個 我們一樣有三個 F1、F2、F3 然後我們個別去做 個別去用CoggleMap去化解 得到下面的這個Function 那它所需要的GAT數量是10個GAT 25個GAT的Input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有沒有一些可以共用的 共用的部分 共用的部分 那共用的部分怎麼找 共用的部分 基本上你可以直接從 你化解完的這個Function這邊來去找 那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從CoggleMap上面去找 用CoggleMap上面去找 有時候會稍微比較 更容易一點 更容易一點 那CoggleMap上面怎麼找 CoggleMap上面怎麼找 也就是看 它會出現在同樣的地方都有E的部分 都有E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這邊 這個紅色的這個圈的這個部分 這裡有兩個E在這裡 那這裡也有兩個E 就是同時出現在F1和F3 都有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共用的這個 部分 然後另外這個綠色的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F2這邊會有一個在這邊 然後F3這裡會有一個在這邊 然後F1的是一個更大的 所以如果看到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說 類似我們前面看到 就是先做F2的這個小的圈 然後做F3的這個小的圈 然後這兩個小的圈呢 我們可以把它兜起來變成是大的圈 兜起來變成大的圈 就所以它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共用項 那基本上在找這個共用項的時候 你用那個 Poly function找的時候 通常是比較沒有辦法找到像 像我們剛綠色的這種的狀況 比較會找到的是像 這種 銀色的這種狀況是比較容易找到 但是像綠色的這種 在Poly function上面來講是比較 不那麼容易直接找得到 因為它的形式會比較像我們前面講的這種 例子 前面講的這種例子 就是你等於是先做了這個ACD 然後做了Abar CD 然後這個Abar的這個部分 你再把它合起來它就會消掉 會變成是CD的這個形式 那這種在Poly function上面 那你要找的話就要稍微再 多注意一下有沒有這種的狀況 那這種狀況你在 在CarnoMap上面去找的話 會更容易一點 會更容易一點 像我們這邊的這種形式 就更容易發現 所以這個是共用項的這個部分 共用項的部分 所以這個紅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這個Abar A Bbar Cbar A Bbar Cbar 所以這個是共用的這個部分 然後綠色的這個部分等於是 先算這兩個 然後再把它結合起來 再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好 那 所以這樣做的話你就會發現說 這樣子做起來的那個CarnoMap的化解 跟我們在前面講 考慮單一輸出的時候的CarnoMap化解 事實上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會把像這種的 像這個這種 Pri-Amplicant 我們事實上等於故意把它拆掉 故意把它拆掉 而不是做一個比較大的形式 比較大的形式 那接下來我們再給各位看 另外一個這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好 那這個例子是這樣 我們有這兩個CarnoMap F1和F2 F1和F2 好 那你單獨把它 實現起來 單獨實現起來 然後跟 上面的這一種 上面的這個 上面這個的話 那我們是 根據CarnoMap來找它的共用項 那在這兩個例子中 它唯一 會重疊的共用項只有在這裡 就這一個E跟這邊的這個E 這邊這個E 好 那這兩個做起來 這兩個做起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下面的這一個 這裡一個圈 這裡一個圈 然後這裡一個圈 這裡一個圈 所以這四個圈就會產生 四個Gate 四個Gate 那上面的這種呢 上面這種 這裡一個圈 然後這裡一個 然後這裡一個圈 然後這裡一個 但是 這一個藍色的這一個是共用的 所以 最後它事實上只會有三個 圈 就是三個Gate 三個Gate 好 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在 這個狀況底下 這個狀況底下 這個 上面的這種事實上是 比較好 比較好 那這個的原因就是說 在多個輸出的時候 多個輸出的時候 我們的這種Essential的這種 Priantrican 它 事實上就 它的考慮事實上會不太一樣 事實上考慮會不太一樣 那 呃 像在這邊 好 這個 這個是只會出現在這邊的 會只出現在這邊 那只出現在一邊的 只出現在一邊的 只出現在一個輸出的 基本上它基本上最後 還是要出現在你的這個 呃 結果上面 它就是呃 我們的Essential的 在Multible Output的這個 Essential的這個 Priantrican 那 那 呃 那這種的話 事實上就 不太適合再把它 拆解開來 拆成這個更細的 這個部分 而是像這種 共用的 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這個 呃 結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呃 另外一個這個 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 這一個 我們考慮到它的 功用項 這裡有藍色的這個 功用項 然後這裡有這個 功用項 那你把這些 呃 功用項 最多的功用項項 都把它考慮進來 它最後做出來是 8個Gate 26個 輸入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考慮 功用項 你就個別自己做 個別自己做 好 那個別自己做的話 最後它做出來的結果 事實上是7個Gate 18個Input 還比上面的還要來的什麼 還要來的什麼 好 所以 這邊要跟各位講的是 Multiple Output 說個輸出的這種化解 的問題本身是一個 滿麻煩的問題 也不容易找到它的最佳解 不容易找到最佳解 那 那這個部分的最佳解 有時候我們就要看你的目標 你是要面積最小 還是要速度最快 那這個部分通常來講 呃 實際在做的時候 我們都是 都交給EDA图 去幫我們 去找到最合適的這個分解 好 那那一般來說 呃 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到底 呃 共用的時候 你到底要不要考慮 要不要把它多拆緊 多拆緊 呃 主要你就是要考慮說 這種呃 你的那個像 它是不是Essential的這個 Ten Essential的Ten 那像我們這個例子中 它的Essential的Ten 像這個 這個是上次Essential的Ten 那這種其實就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拆開來 不太適合拆開來 因為最後你還是要把它包換進去 那你硬是把它拆開來的話 那你反而會增加了外的這個 Gate 反而增加了外的Gate 好 嗯 所以這個是 2-Level的Multiple Output Gate 那 這邊的這種 做法 我們前面講的這種 最簡單的這種SOP的形式 事實上 不見得會得到最好的這個 解 那 欸 那這個時候 你要考慮什麼時候 什麼叫做這個Essential的這個 部分 那這個最佳解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 去做的 好 慢慢會去做 好 好 那 那 那一樣你可以 呃前面是講NO的部分 一樣可以有Multiple Output的 NameNode的部分 好 那這邊是一個這個例子 這邊是一個 呃 O-End的這個Gate O-EndGate 那你要把這個O-EndGate 然後我們有兩個輸出 好 兩個輸出 好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是 No-EndGate 好 No-EndGate 那這邊的轉換 做法跟我們前面講的 做法是一樣 好 是一樣 好 那 不會說你 呃 這個 多個輸出就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那一樣你加 加的圈圈就是加在 你的激素Label的這個部分 好 135 7這些 這些這邊把它加上兩個圈圈 好 輸入這邊加上兩個圈圈這樣 把它加上去 好 那只是這邊呃稍微會注意一下 像你會看到像有這種 這種呃 它事實上是會共用的 會有這種共用的線 那這種加 加圈圈的時候 那你 這裡有一個圈 然後這邊一個圈 這一個圈 這樣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這個部分 不要 呃 不要加了太多的這個圈 那種共用像的這個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就用我們 剛剛前面講的那個 轉換的這個部分 一樣就是把 這邊的其中一個圈 把它往前翻 這樣子 這邊其中一個圈 把它往前翻就可以 那把它往前翻就會把這個 nGate 變成是nGate 把它轉換過去就可以 好 所以這個是 第七單元的部分